那今天我们做这一班 就这一班 这一班的话大概能分为这么几个 第一个呢叫筛选 第二个呢叫实践 那么第三个呢叫做动画 或者叫效果 效果或者叫动画 一个意思 我有的时候就喜欢叫动画 最后一个叫阿贾克斯 一般情况下我这儿呢还会再提个其他 并且的话我还想把一个例子呢 也跟你们说一说 这样的话估摸着今天的时间就要稍微长一点点 所以那个例子大概十分钟也是能说完 不过呢很有意思 好了那么一般是往这儿说的例子 好那这些内容就说完了 一般情况下呢说一下 上课的过程中我会告诉你其他里面 我讲哪些东西 整个过程的要求先说一说 第一个阿贾克斯 这是今天最重要的 因为以后在开发中你用的最多的 那么像我们之前在做案例的时候 就是做那个CM那个案例的时候 即使我们去写阿贾克斯 是不是也是原生态的阿贾克斯了 为了写一个写了好多代码 以后都不那么玩 你肯定都是什么呀 别人封装好了 我只需要掉一个函数 就达到这么一个事情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的目的无非就是这样子的 把我页面的数据呢发过去 把复级的数据拿过来就就没了 你干嘛让我做那么多事情 对吧 所以这是最重要的 这个这个掌握之后呢 剩下的剩下的或多或少里面呢 有一些我建议你呢也去掌握 因为对你去在学JQuery的整个页面操作的话 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们来说说它 那首先我们先来就一点点写 我就不标了 因为这里面有一些我会给你提一提 那我们先来说筛选 那筛选的话 这儿首先呢 它说它分三部分 叫做过滤查找和什么串联 所以那我们也就按它了 过滤叫查找和什么串联 好 那么准备现在呢就开始去学这个筛选了 好 那么学这个筛选的之前呢 我必须在这儿呢 先给大家说点话 听清好我说的第一句话 筛选能完成的功能 之前部分选择器 哎 错了 应该是这么说 之前那些选择器有一些能完成的功能 这个筛选什么样 也提供了相似的功能 好 那么所以 那么就是我们的选择器 它可以去完成的功能 我们的筛选 它也提供了什么样 相同的方法 我函数吧 相同的函数 好 那么例如 选择器 我们要做 说你把第一个给我取出来 是不是这么写 first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么好 到筛选这儿呢 就变成什么 就变成了 下面我们要写的叫first 一个是选择器 一个是函数 这是它不一样的地方 你先听明白它了 然后呢 我准备讲具体的知识点之前 先来说明 因为你还 有时候你学它觉得很含糊的 先听好我说 那为什么 选择器已经做了的事 你筛选 你筛选还要玩一遍 对吧 好 那么我先把他们来的对比 直接给大家说明白了 回头你在学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看清 如果我这么写 和这下面这种写法 你给我说一下 它的意思 这是以后 想一下 它的结果是不是都能得到第一个 但如果用语言去描述 上下是否真的是完全一致的 上面是什么意思 它是不是 从我们的整个页面中 是不是直接获得第一个 DIV 是不是就可以了 下面是什么意思 先获得所有的DIV 假设我页面有五个 你是不是把五个先拿来 然后从什么样 所有的中 再去筛选出什么样 第一个 那这它是不一样的 因为是听好我说的话 现在你还感觉不出来 那么上面这个家伙 他永远只能 永远只能操作第几个呀 就只能 永远只能操作这第一个 但下面这动物 它就不一样了 它是可以去操作什么呀 所有 也可以 应该是这么 可以操作第一个 也可以去操作什么呀 所有 这是它的意思 也就是说 本身这句话写完 好 以后你操作的都是第一个 但是它的特点是 还能去干嘛 操作所有 因为它是这样子 我们现在还没学 但是你有印象 它 程序往下执行往下执行 它还可以倒回去 明白意思了 那么还可以倒回去 有个有个这样的思想就行了 等学到API 我们不断的去教验它就行 好 你自己知道一下 来 那么听明白了 回去以后 要学衰选 先把这点事闹明白 要不然你学起来会很吃劲的 所以 那么我们来看看它 过滤 这是我们要说的过滤 那要说的过滤的话 那我们就从这儿开始稍微串一下 大家看看 首先来看第一个 叫ECO 一个函数 然后呢 但是你会发现 它的参数的话 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这样也行 或者 这样也行 那好 它类似 类似我们的选择器 冒号ECO 它俩类似的 但是呢 就是我们现在所学的这个函数 它将会比选择器的功能更强大 听听我说的 功能更强大 强大哪呢 它可以有两种取值 这是一类取值 这是一类取值 那么好 来 我们稍微描述一下 上面的话是正数 下面的话是负数 就是你可以添个正数 可以添个负数 正数的意思是 从零开始 那么好 获得什么样 指定 所影的对象 所影的对象 元素吧 你觉得我要从 就他的意思 好 那么下面呢 下面因为是负数 它就从什么 负一 负一 那么应该是从尾开始 应该这是 从头开始吧 从头开始 获得指定所影的对象 这个呢 是从尾开始 那么好 获得指定所影的元素 那么好 那么它的这个是 零开始 哎呦 这句话算了 我不说了 怎么觉得说的这么别扭呢 我复制呀 就这个 这个元素的位置 这是从什么呀 零算起 就是 然后呢 这是从一算起 倒着数的 对吧 一算起 那么好 你自己知道一下 那么零表示 表示第一个 而这一块呢 负一 它表示 最后一个 你自己知道就行了 这就是一口 那么然后来 first last 这个就不说了 这是 这就是第一个 这就是 最后一个 和我们之前学的选择器 它们的作用是 一样的 它们作用是一样的 好了 那么这点信息 你自己知道 那这个信息 写完以后呢 我们来再做一个 叫ease ease的话 这个就是用来什么呀 判断的 就是你的条件 是不是成立 成立 它就返回处 不成立 它就返回false 想一下 昨个我们是不是 还用过两次着呢 对吧 那么ease 那么在这里 哪呢 ease 这里 那么进行相应判断的 你自己知道一下 我们去放这了 以后需要去用它就行了 ease 说完以后呢 再来说一下 什么呀 has class 那么has class 这是个什么东西 我们 所以提一下它 has class的话 它就是判断一下 听听我说的是判断 判断class 是否是 是否是 指定的class 就是指定的类 指定的类 那么 这句话的话 其实就是这样子的 你想一下 这儿一写 然后这里面有个class 你在这儿是不是写上一个值 比如说写上一个mine 你判断一下 是不是mine 当然 因为你这儿你要写mine的嘛 判断一下是不是mine 是mine我要做什么事情 不是mine我要做什么事情 指他 但 别急 就这个东西 这个家伙你自己知道一下 因为这儿 这是官方文档的里面的一句话 我就抄过来了 看清了没有 这其实是什么 意思 你想一下 你在这里写的是mine 而我们如果要去用选择去选它的话 不就点mine吗 所以他说了 其实底层就相当于是这 意思什么 点儿把你的那个class加上 所以这个知道下 你需要掌握它 这是我们称为它的一种简文 化版衍生状态 你自己知道 所以判断你是不是的一回事情 那么接着下一个 难免以后会用到filter 哪呢 这个filter 那么进行什么呀 进行这个过滤的 就比如说我现在有ABC 你能ABC对吧 你能不能把BC给我选择下来 所以它称之为叫做什么呀 过滤 那么这个是在 就是我们的选择的内容的基础上 进行过滤 我记得它那个文档里面写的就好 这我就付着了 这个不写了 筛选出给指定匹配元素的那个集合 进行过滤的 ABC里面选出BC来 这是它的意思 你自己知道 filter过滤 filter完了 过滤完了以后呢 这个map先升这 map一般用处不是很大 那么接着not 因为这俩我们一般认为他俩是正好有点那种 就是完善功能的意思 你看 刚才呢 这是从ABC里面把BC给过滤出来 而not呢 是什么呀 将 相当于是指定的内容什么呀 删除了 他就是把 从ABC里面把BC给删除掉 留下A了 有这么个意思 所以这两个你自己知道一下 那么这两个知道以后呢 接着呢再来一个 Hez Hez的话 它指的就是我们那个子元素 它是否有 这是它的意思 那因为和我们那天学的是一样的 所以为此 我一般不喜欢带着你们去看它了 因为这句话这样 比较绕 你自己看一下 保留包含特定后代的元素 去掉那些不含有特定后代的那些元素 就是问你 孩子是不是你 所以子元素 你们自己知道一下 然后能区分出来就行了 接着的话 这些 我们算了 这儿 我一般那个Hez反正用的也一般般 少一些 所以这样 上面的建议大家呢 掌握它 下面的还有 还有一个话叫做 然后呢 你会发现呢 它有两个参数 一个叫开始 一个叫结束 那这玩意是干什么呢 用处不是很大 所以我给你放到最后面来了 它是这样子 听一下啊 昨天我们提到过 接块对象 内部就相当是一个数组 还记得吧 那么它呢 就是在那个数组里面进行截取的 所以它就是截取的 截取 那么截取 截取元素的 那比如说 比如说 它其实是这样的一种结构 就是把这个所以呢 是不是就拿过来了吧 那么好 结果就是它只有什么呀 只有二和三 对吧 就是 包含头 不包含尾 一种这么一个截取方式 但通过是所以 那么这个你自己知道 接着再来一个 Map 就最后一个 上面这个 Map我至今 也不知道它想 在应用场景 就非常经典的应用场景 一般般 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案例 案例里面也说明白了 也能读懂 就是不知道 实际开发中 有什么经典应用 反正没见 之前不怎么去用它 那么说一说 它是干嘛 好 听听我说的话 它是将 以前我们的结块对象 它的内部 不是是一个数组吗 它把它给打散了 打成了一个一个的 结块对象数组 对吧 它给什么 接块对象 怎么说 接块对象 给它拆 拆分成 拆分成什么呀 接块对象数组 你以前里面 你比如说 你存的是ABC 这是ABC 是三个标签 它啪一拆 就变成了什么呀 A是一个对象 B是一个对象 C是一个对象 各玩各 这是它的意思 那么你自己知道一下 好 那所以 这是它 反正应用场景一般般 那为此 我们一般主要说它 剩下这块的话 好像会演示 Map一般不演示 看看例子就行了 来 看看效果 对比着来学一下它 这个就关掉了 那我们来说一下筛选 筛选中的过滤 那么这个 我就算了 第一节课留着 其他的我们就留着 今天删掉它了 再来重复一下 这是我们页面加载 我们是不是要写的内容 对吧 不是多了一个 是中英文的一问题 那么接着往下来 往下来的话 那么看这儿 这是我们所有的功能 我就把它拿来 我们来看一下吧 来 粘上 先把它注视掉 一个一个来看一下 那么这是叫 什么按钮呢 叫B1按钮 来看一下 警号B1 这个问题不大 然后 点 可 可立刻 然后 Faction 好 那么写完以后呢 选择 锁引值等于3的元素 锁引值等于3的元素 那么为此我们来写一下 其实我说一下 我这块说的元素呢 都是DIV元素 为此都是这样的 你看一下 这是不是 这是不是DIV 是不是把所有的DIV 是不是就拿上了 然后呢 我们呢 先来写点 昨天写的 对吧 你会发现 昨天的例子中 这个东西你练的是最多的 对吧 其实练的不是最多的 是复制的 对吧 Color 那写的丢这儿吐了 是吧 那么好 来 这是不是所有的吧 我们说了 要锁引第三个 你是不是 点 Equal Equal 然后呢 这儿 锁引第三个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应该数第四个就对了 对吧 所以我们来实验一下 零 一 二 所以第三个 就第四个 第四个 为什么要数零 一 二 三 四 对吧 那么在这儿 行了 那么这是第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 穿一下 你会发现呢 这是去筛选什么呀 第一个 那第一个的话 是不是就给这儿 改成FORST就对了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先知道一下 这些函数怎么用 因为后面你要是 就是刚才不是给他讲了 你是不是 哎 顺过来 你再回去 挺好 你再回去 那你就要有新的API去填充它 现在还没有新的API 那么但是一定记着 看好 这个是所有 我们假设是五个 当这个函数一调用 目前之后我们再操作的话 是不是就变成操作这一个了 它是不是相当于 有以前的五个 就变成了这一个 它这里面有一种专业的说法呢 回头你要知道 过后我告诉你 看这就变了 变了 那么诺分家的家 CSS一家 这变不变 就这句话 这句话执行完 我们的操作对象变不变 你看 现在的这个操作对象 是不是所有吗 那么 这个一写上 是不是变成一个了 那么好 那它的写上呢 变不变 是不是不变 还剩那一个 然后因为我后面再加CSS 它是不是还是对那第一个进行家 对吧 这个过程 那么好 知道了 然后我们继续了 对 这块可以顺便再给你演示一下 它 它里面写个什么呀 写个负的 负一 负一是不是最后一个吧 来实现一下 点 因为油 它是隐藏的 为此你必须给它整出来 就这么整 点 对吧 所以 点 对吧 就是这样 那么好 那这个题了 那么其实下面就好说了 谁呀 这个 最后一个DIV 你想想 负一不是和它的效果就是一样的 只是这块是不是提供了一种快捷方式 叫什么 last为此你到这来 你是不是必须要写成 说一下 要不然你看不到吗 对吧 最后一个 按钮是不是没绑定实践吧 那么有了 好 那接着我们继续往下写 说完它 接着这个是谁 这个是ID为万的DIV DIV ID为万的 不加控格的 和昨天学的 学那个点 它们的效果是一样的 就昨天的DIV点 然后就万 什么的 它们的效果是一样的 所以 ID为万的DIV就这么写 然后呢 它的样式是否是什么 万 样式是否是万 那就这些东西就删了 样式 那么我们这里面 是不是有叫has class 是否为什么 万 好 那么结果它应该打印一下 给我们打印的是 处就对了 对吧 那么按钮4 实验一下 对吧 说明它是 因为我们看下去 ID为万的 它的样式就是什么呀 万 对吧 那你以后你改个值 它肯定就不是了 这个自己知道一下 那接着我们就继续了 这是has 往下来的话 这是什么 选择class为 none的所有的DIV 对吧 那这件事情该怎么做 你肯定有很多种做法的 有很多种做法的 那么我们来写到这儿来 我就 我给你写些 你看看 这些做法 你是不是都会 DIV 这是不是DIV了吧 比如说按昨天的 选择class为万的 none的 你这么写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么好 来 你会发现 点错了 因为每次点完 只要它不生效 我就知道 诶 等会儿 class为none 对吧 none的意思是什么呀 是隐藏的 为此 你不显示它 你看不到的 对吧 所以 重新看 none是隐藏 我这里面有个css样子 就是隐藏的 好 那么这是一种写法 这是昨天的 那我们今天呢 因为这种写法的特点是 你筛选出来 是不是永远只能是这个家伙了 那么我们还可以这么玩 就把它删了 这是不是所有DIV了 为此 在后面再加一个什么 filter 然后把选择器再放到这儿来 就相当于把以前的拆成两部分了 但各写各 那么这样子 它首先比如说把五个DIV拿来 然后呢筛选出来 是不是把隐藏的给筛选出来 这下再去操作隐藏 回头我们以后再加 它就串联 联完以后你还能回到所有 听明白了 它能回到所有 这是和上面不一样的地方 好 为此再来看 效果是一样的 那好了 那这个也就说到这儿 然后那我们继续 把这点说完 那这点说完的话 那么记得先改它吧 六 那么这是什么 叫做样式为什么 海伦的DIV 他的下一个兄弟 是否是斯潘 我们去看一下 他的兄弟是否是斯潘 好像他真是斯潘 对吧 那么好 来这个东西怎么写 我们把这儿删掉吧 这会儿没法用了 DIV DIV 点儿 样式为他的下一个兄弟 是什么 可是下一个兄弟怎么做 对吧 你说 这个东西 简单吧 我去写加号之类的 对吧 我们不用它了 透过句 因为还没讲 什么呀 下一个 对吧 查找里面 是不是有一个叫next 就是往下走一个的意思 好 那么我们就又用它 点儿什么 N-E-X-T next 这叫下一个兄弟 是否是 印子 什么东西 spam 你是不是写下就对了 然后我们 就什么 看着颜色不对呢 我们把它给什么 打印一下 好 结果应该是 true 对吧 那么这个事情就搞定了 那么接着的话 那么我们就继续往下写 来 第七个 这点就说完 七个的话是什么 选择所有的DFV中 还有DFV的 对吧 那么 那么他的意思就是 这个样子里 所有DFV 那么 你首先呢 你什么呀 你要有 孩子 你必须含有什么呀 DFV 对吧 然后我就把你给选出来 为此来 把这个样式给它加上 只要你有DFV 我就给你选出来 对吧 这就叫 是否还有 效果是这样子 因为相当于自己是D 对吧 当然 是DFV的话 他还应该有筛选吧 因为有可能 你这里面呢 是DFV 有可能是spam 等等 我就只要DFV 就这样的情况 好 那么 所以这个叫做 他 孩子 下面这个是什么 我们来再看一下 第八个 第八个的话 选择 样式为1的DFV 子元素中 没有TITO的 属性的DFV 没有TITO属性的DFV 没有TITO 其实 其实 其实这句话呢 当时写的有问题 但我至今一直没删它 我也没改过它 因为每次我说 这个有问题 本身我希望表示的是这个意思 我跟你说一下 看好 DFV 对吧 样式为什么 1 这是不是 我把DFV是不是 拿到了吧 我想问一下 他的孩子中 没有TITO 那么 孩子中 没有TITO 那把那个就是 应该就是什么呀 没有TITO 你只要没有TITO 我就要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要去做这么一件事情 点什么呀 Not 但我跟你说的 我本身想表示的意思 不是子元素 那么 说一下它 带你看一下 这是一个DFV 这是一个DFV 看 他们的那个class 是不是都是1吗 然后呢 有的是有TITO的 这是没TITO的 这是有TITO的 那么我希望把有TITO的 给它过滤掉 那换一句话说 其实就想把1和3 干嘛呀 给它取下来就行了 那当时本身 想表示的是这个意思 但为此就是这样 没有TITO就行了 谁呀 想想 昨天学的属性选择 其实就这么写的 把TITO一过滤掉 本身希望是这么一个效果 先等一下 看1和3 是不是选中就对了 本身是这 但是呢 不知道为什么 当时 什么情况 把子元素加上了 那么加了个子元素 我们再去读 好像就不是那个意思了 对吧 那我们呢 本身是他 我就给你放到这来了 我先把我本身的意思写了 那我们先来 好好推敲一下 上面那句话 他想表啥的 对吧 选择样式为1的这门格拉 我先把它这 这句话是不是肯定没问题的 我先写过来了 对吧 那么写到这以后 我们先去掉 然后呢 说它的子元素中 子元素中 没有TITO 但这样的 DIV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DIV指的是子还是负 如果是子 难度系数就不大 你看着 我们要的效果就变这了 看啊 子元素中 没有TITO的 首先 那么往下来 你看啊 就这意思 他 你没有TITO 有没有 没有 好 没有 好 我要选中你的父亲 对吧 就相当于是这样子 没有闺女的给我站出来 但我 丁克也算呀 对吧 人家没孩子 我是说 没有闺女的 你给我站出来吧 那么为此 那么为此 看好 有TITO 好了 你只要有TITO 我就干嘛 不要你了 我就不要你了 那么好 有TITO 我就干嘛 不要你了 为此我们这次筛选 只能筛选出是谁啊 一个呢 其实想要这种效果了 对吧 你就因为这样的难度系数太大了 那么如果你这么玩 这不是一般 能玩出来了 这怎么玩呀 对吧 那么我们先一点一点做 看吧 这件事情做完 然后呢 我们先给他 我先 我先把他给你加 这么加上 这不是加上了吧 加上我们先看一下 一二三 这三个家伙是不是就选上了 然后呢 条件开始加 说你孩子中 孩子中 哪呢 孩子中 对吧 没有什么呀 没有TITO 好 那么孩子 你首先 你是不是要去找着孩子了吧 那么好 children L-I-D-R-E-N 这就获得所有的什么呀 孩子 那我们再来 别急 对吧 所有的孩子 所有孩子有了 那么这些孩子中 有的是不是有TITO 有的是不是没有TITO 好 那么把没有TITO的干嘛呀 先 就是有TITO的给删掉嘛 没有TITO的给过滤出来 所以not 删掉 把谁给写上 TITO 那么这么一写 好了 有TITO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有TITO的是不是已经被过滤掉了 然后 这下子是 这些是没TITO的 然后我们要再去什么呀 找什么呀 我看一下 没有TITO的 好 再去找他的什么呀 父亲 因为是这样子的 你只要没有TITO的DIV 我都选 那 刚才我把它去掉 这个先删掉 应该好像刚才有一句话描述的 不太精准呢 这是不是 他没有 没有我就选 那么他没有 没有我就选 对吧 所以 应该最后的效果 其实我们最终选中的 还是几啊 一和 三 不是 不见我说 我刚才好像描述的有点问题 那么 你看一下他 这个是所有孩子 这个是不是把具有TITO的给过滤掉了 不见我说 刚才好像说的有问题了 我再读一下 看好 紫元素中 没有TITO的 没有TITO属性 那么 紫元素中没有 我们先看一下 这是 紫元素中没有 我要选中你的父亲 对吧 来 再往下 紫元素中有算了 有算了 紫元素中没有 我就要选择你的父亲 这是他这句话 所以 可是 可是这句话的意思 不见我说 我感觉我解释错了 他是什么 紫元素中 没有的 你只要有 没有的 我就会跟你 不是 看你怎么理解 你们怎么理解的 紫元素中 只要有没有 只要 冬会 只要有没有 那还多了个字呀 只要有 只要有 没有TITO属性 只要 只要有他 我们就不要了 是吗 那 这样的写法 这就不对了 那么 这样你就 我看一下 如果你要按你的 按照我们第一次说的那个东西 这就做起来 我看看 我看一下 这样的话 他的孩子中 没有他 但是这句话的意思 应该是我们解释的有问题 紫元素中 没有的 那我先问一下大家 现在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 紫元素中 没有的 对吧 那么如果 那么 下面那个DIV的 就看 不将会说了 这句话当时写完 我都觉得 老别扭了 对吧 因为你们 这个东西 刚才解释的有问题 应该是这么说 看啊 本身 他应该是怎么说的 紫元素中 只要你是没有什么呀 Title 那么我就问你 看好 相当于人家这是一大家子 一大家子 然后呢 老大呢 没有 老二呢 没有 老三呢 没有 老四呢 什么 有 我就问你们这一大家子 有没有 那个没有的 他就 上面这句话 就这个意思 对吧 别急别急 我知道你的意思 我也理解 然后你的意思 就是要这么说 说 不管你们家 有没有 只要有 没有的 我就过离掉 那多了一个字 那多了一个字 就是紫元素中 有 没有的 哎呦 语文 对吧 所以你明白什么意思 那么等会儿 本身这道题 这道题最后能做出来的是这样的效果 再加了它 再加了它的话 然后呢 还是一三 但是呢 如果按照我们之前又说的那个东西 在复制下 你是不是要把三还要过离掉 啊 这个事情好难啊 对吧 呃 这玩意怎么做 我 说实话 我没做过 对吧 因为之前第一次准备是他 但到后面那里说老师 你这个加个子 我一看 加错了 说删吧 算了 不删了 一直有着 然后呢 最后写的应该是他 那 然后呢 如果现在按照你们就是 再换一种的话 那这个事该怎么做 你一下 我看看我们能做出来了 对吧 之前没做过呢 那么 首先的话 我们先把这点东西先删掉 哎 这没问题 我先删掉他 我们先看一下 本身这么一写的话 他只是把这些没有的 是不是给拿下来了 那么 我们现在的话 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呃 所以 所以 等会 这 哎 不是他 不是孩子 是什么呀 先来 这上面是不是有 先做这个 这是不是有吧 有 排除掉 我不要你们这些 对吧 那么好 不要你们这些 我不知道能不能写简单点 但是呢 这是我暂时性想 先想的方案 对吧 那为此的话 那就是这样子写吧 DIV.1 对吧 这不是自己吗 自己要去排除 是不是not 就是把一些 不要的东西给排除掉 不要谁呢 不要这些家伙 刚才你不是已经过滤到了吗 但过滤完以后呢 别急 再把谁给加上 P-A-R-E-N-T 先把他父亲给加出来 对吧 你回头 你就把这个删掉 看效果 然后再加上 然后来看啊 这不是这俩父亲就有了 排除掉 是不是就剩下最后一个了 那么为此 把这句话复制过来 放到这儿来 排除掉 最后呢 我再把这儿给你加上来 对吧 这有可能是你要说的效果 对吧 来 上面的话 我给你注视掉了 但这其实原本不是我要说的效果 对吧 要的就是这口味 是吧 来 对吧 那就无所谓了 反正你都会就行了 对吧 这个语文 反正我语文不好 反正语言我都不好 错了 计算机语言好 对吧 然后 当时我说我要学计算机 他们就很诧异 你用语好不好 我说不好 然后他说那怎么办 我说反正我现在是 能看懂 基本上英文文档 复杂的看不懂 最起码简单的什么呀 能看懂 你说你给我读出来 我说算了吧 反正我又不学英语 对吧